Yay 我們已經坐在這裡 對 你也坐在這裡 你也坐在這裡 Yo! What's up 大家 我是劉沛Pierre 今天是開箱你的影片 Yeah! 今天開箱你的影片 是三星的49吋 Ultra Wide Monitor 去年的12月份 三星已經把這個螢幕 寄過來我家 但是因為我第一過來看我 我們去了台中 台南 還有高雄 大家如果還沒看到Vlog的話 這裡有連結 所以去年的年底 才真正的跟我弟 還有美根一起開箱 喔 看嗎? OK 你知道你一直想要看你的影片嗎? 我沒有玩遊戲 我們沒有電視 所以剛好 他們給我們一台這個畫 酷吧 Oh no 我以為你會長時間 放在一起 我覺得最好笑的 我不是Gamer 要設計的 好笑的 我們在這裡坐在一起 對 你在坐在一起 對 你在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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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笑的 等一下 它是硬幅嗎? 好笑的 這麼髒 像短的 這真是蠻大的顏色 我的天啊 這真是瘋狂的 它太大了 好笑的 現在我們要組裝它 完全不知道 好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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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做了段階段 好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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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論這個螢幕之前 想要首先告訴大家 我只是用蘋果電腦 所以如果是用Windows電腦的話呢 我不太確定會跟它有什麼差別 另外這個算是我第一次用外接的螢幕 所以我對這些比較沒有經驗 但是我還是想要分享給你們聽 我對這個螢幕的感想 首先這個螢幕超級大 因為這麼大 我就專門去外面買了一台桌子 才可以真的把這個螢幕放在上面 它的比例也比較特別 平常的螢幕是16比9 iPhone X大家都覺得很長 它的比例是19.5比9 但是這個螢幕是32比9 它的解析度是3840x1080 49吋 就等於兩個27吋的1920x1080 在螢幕後面就可以找到它的Io管 由HDMI 音訊輸入 Disklayport Disklayport 還有USB Hub 後面還有一個蓋 可以蓋住那些線 看起來就很乾淨 但是如果想要插新的HDMI 或者拔開一些舊的 會很難從下面往上 這樣也比較不太方便 後面有一個地方可以放你的耳機 但是我發現我比較少用這個功能 因為我都要去後面 或者在螢幕上面拿 有一點不太方便 如果是無線的耳機會比較好 但有線的話真的會比較麻煩 這個螢幕也有一些角度可以調整 上 下 左 右 整個往上也往下 宣傳的時候 大部分是給電動的人 我比較不玩電動 但是聖誕節的時候 美根就給我驚喜 你真的假的嗎? 你真的假的嗎? 接著我拿到Suit之後 我就開始玩遊戲 玩遊戲的時候就很順 尤其我們玩瑪利歐賽車 兩個人就非常完美 因為它會分成中間的兩格 就感覺好像每個人有他自己的螢幕 我發現一個人玩遊戲 如果他沒有支援這麼大的比例 他就會把那個遊戲的畫面拉長 拉長之後可能前面半個小時 會覺得還OK 但是玩太久會覺得有一點點 不太順 不太舒服 除非那個遊戲是有支援 就是非常非常棒 很好 但是我現在玩的遊戲 都沒有支援那個 所以我用整個螢幕來玩 一個人的遊戲比較少 所以你們可能會覺得 劉沛 如果你不玩遊戲 為什麼三星會把這個螢幕給你試用呢? 常看我的Vlog Pokemon GO 旅遊 所有那些就知道 我真的很常剪片 用這個來剪片真的太爽了 因為在我平常MacBook Pro的螢幕 它其實已經很大 它是15.4吋 可能你想要放一些特效的Menu 或者一些Plugin 就會覺得我這個MacBook Pro的尺寸 其實是稍微有一點點小 編輯的時候 可能需要關一部分 然後才開始編 或者你整個開起來的話呢 就會感覺好像很窄 但是一放在這個螢幕上面呢 我所有東西都開著 就真的這個空間很夠 一開始我就會覺得用這個來編輯 會不會很不舒服 可能螢幕是離我有一米的距離 但是我發現用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甚至連續三個小時來剪片 會覺得其實還好 不用一直這樣轉頭來看 因為這個螢幕是Curve的 你不用完全這樣來看右邊 或者這樣來看左邊 你就可能稍微這樣的時候 它Curve嘛這樣 所以我就比較順 就可以看到 右邊的Plugin 然後左邊的一些主要的畫面都在這裡 晚上的時候 也想要少一點藍色的光 所以我有時候會開一個叫做 Eye Saver Mode 它會把整個螢幕變成稍微偏黃 如果真正的編輯跟調色 我當然不會開這個模式 但是準備要睡覺 就會開這個模式 但是因為它是1080 我看得到它的像素 我的MacBook是Retina 把那個畫面拉到三星的螢幕的時候呢 就真的比較明顯可以看到它的像素 就有一點像那時候iPhone 4出來 3GS就很明顯看到它的像素 4就覺得喔 好柔 好...好順 我不知道是不是 好Smooth這樣 但是基本上如果我想要選 用我的MacBook Pro的螢幕來剪片 還是用三星的螢幕來剪片 我95%都會選擇三星的螢幕來剪片 因為真的那個空間這麼長這麼大 真的會比較好 哇 太陽突然出來了 這個光應該有改變吧 我們已經稍微講了遊戲 已經講了剪片的時候 現在想要分享給你們 我每天用這個螢幕的心得 不管是上YouTube看劉沛的影片 或者上臉書或者用E-mail 我發現用這個螢幕也是非常棒 因為你同時可以有三個網頁出來 比如說你左邊放劉沛的YouTube頻道 中間可能看劉沛的粉絲專 右邊可以看劉沛的IG 尤其就覺得喔 好順 都是劉沛 但是跟編輯有同樣的問題 我在我電腦的螢幕看影片 然後放在三星螢幕上的時候呢 就會看得到它的像素 尤其如果是看我的影片 我的影片都到4K 但是因為這個螢幕才1080 所以沒有辦法真的支援那麼高的畫質 這個只是普通用來看YouTube的影片 或者上FB 如果用全屏做遠一點看Netflix啊 或者YouTube的影片 就會比較好比較順 因為就看不到它的像素 因為這個螢幕這麼長 它左邊跟右邊會看到很明顯的黑格 就有一點像iPhone X的黑格 另外一個很特別的功能就是PBP Picture by Picture 它這個功能就可以連上兩台機器 所以比如說我跟美根在用電腦的時候 想要用外界的螢幕 我這邊可以插一個 美根那邊也可以插一個 我用一半 美根也用一半 或者可能有時候我在工作 可能我一邊編輯 右邊一邊玩Switch這樣 反而我覺得因為有這個功能會更好 因為我的遊戲就會很正常 有1920x1080的 所以它不會拉長 我大部分一個人玩遊戲 我都會用PBP這個功能 嗨 美根 美根 你覺得這個螢幕什麼? 真的很酷 我喜歡 我喜歡 我只好不喜歡 我只喜歡看一個節目 對 它不會是全螢幕 對 但是我以為 這個螢幕不太好 然後 Mario Kart 它是 螢幕不太好 我還說遊戲 他們不太好 但是如果有2個遊戲 就完美根 這個螢幕不太好 大家喜歡美根的衣服嗎? 我需要這樣的衣服 謝謝Kathy 用這個螢幕來玩遊戲真的很爽 但是如果那個遊戲沒有支援這麼長的比例 我就寧願用一個普通的螢幕來玩 如果像Mario Sides的兩人遊戲是中間分隔的話 就非常好 左邊有正常Size 右邊也有正常Size 想要一邊看YouTube 一邊Facebook 一邊Instagram 一邊看Email的話呢 這個就非常非常好 因為有這麼多空間 同時可以放三個東西 甚至四五六七趴的 但是因為螢幕才1080 跟我電腦還比的話 看得出它的像素 如果用全品來看電視或者電影 就很好用 只是左邊跟右邊會看到黑格 基本上剪片 我都會選擇用螢幕來剪 這個長度真的什麼都可以放上去 可以開很多功能 同時看到整個時間線 那到最後大家想要知道 到底這個螢幕多少錢 四萬五千塊 說實話 這個螢幕真的有點偏貴 這個價錢其實是可以買 兩台很好的27吋的螢幕 甚至三台還不錯的27吋螢幕 所以這個螢幕可能只適合那些人 想要這個比例32比9 不想要兩台螢幕有中間的分隔 或者真的是玩電動支援 這個比例像Low或者Rocket League這些 比較適合你們 還有其實是很適合剪片的人 因為這麼長沒有中間的分隔 真的會比較順 比較好用 到最後我真的是很喜歡這個螢幕 我真的是很喜歡這個螢幕 因為編輯的時候可以看整個時間線 看網頁的時候可以同時看 看三個東西 外接的螢幕我對它沒有很多經驗 這個算是我第一個外接的螢幕 所以我對它的技術規格沒有太在乎 我只是在乎 我用這段時間我喜歡什麼 我不喜歡什麼 不會看它什麼 Refresh Rate 或者覺得它有幾個Nits 只是真正的每天在用感覺如何 如果你真的很在乎它的技術規格 你就可以自己上它的網站來看 好 今天是比較少拍的這種類型的影片 當然今天還是有問題 我想要問一下大家 喜歡這種類型的影片嗎? 3C開箱產品 東西嗎? 以下留言 其實這裡也有投票 大家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按個喜歡 並且分享 記得訂閱之後會看到最新的影片 你最棒 記得按鈴鐺 1 2 2 1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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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